來到巴豆子王海象 行政院長蘇貞昌 在市長林佑昌的陪同下 特別停下腳步 在防波堤上欣賞美麗海景 海客要站不站 站 和小朋友一起搭合照 參加朝靖方舟一號啟用典禮 行政院長蘇貞昌 金融市長林佑昌 和教育部長潘文忠一起鳴笛 上征朝靖方舟一號正式啟航 看到日本一個八十三月 剛剛從美國經由舊金山大橋出蛙 自己獨自駕駛環船 已經安然抵達日本 創世界幾乎 我現在差異了又八月 我現在如果沒做了 我準備來購買一個 我不敢對台灣這麼環船到美國 我沒有這個能耐 人家一十三月就這樣做了 我沒辦法反亂 但我很希望 我們來當高市有一個環船 要來繞台灣一圈 我二十三歲騎腳踏車環島 現在我八十三歲駕環船環島 這把我還是用的 我們把一個原本單純的水族館的一個構想 轉化成是現代的海洋的智能館 它一半是活體的一個展示 另外一半是AR跟VR 5G的智慧的這種結合 所以剛剛陳館長也講 水下的這個比較深海的生態 一般民眾可能沒有機會 背著這個水廢下去看到 但是透過現代化的科技的技術 我們可以即時的在館裡面就看到海面下的一個生態 所以我想包括我們旁邊的這個 外海巷的漁村整體的一個規劃 都得到行政院大力的一個支持 所以我們現在已經把這個地方變成一個 北台灣新的環境教育的場域 不只是一個觀光的地方 這是我們覺得最有成就的一個地方 朝近方舟一號為國人設計打造的研究船 長約12.8公尺 寬約3.6公尺 吃水深0.5公尺 順勢啟洋之後 將結合海灣保育和青海教育 讓搭船民眾可以清除 直擊水下的海洋世界 其實我們很感謝行政院 國發會教育部還有基隆市政府 以及各界的合作 讓海隔館真的是第一艘了朝近方舟一號探索船 真正能夠在我們的富裕海灣這裡 能夠真正進行探索的一個活動 那其實這艘泰索船 我們是用跟美國合作 S-CLIMP最新的技術 那它這個技術 到底用在這艘船有什麼好處呢 第一個它強度增加 第二個它重量減輕 然後所以它這艘船是很節能的 那除此之外 這艘船的最重要的目的是 希望能夠帶領我們所有的民眾 能夠在我們的富裕海灣 進行大概6公尺以內的這個潛水 看到這樣一個潛水的一個生態 那進由這個親自的觀察 那以及做這個海水的一個收集 那除了我們在講中生教育 可以用這個觀察教育這邊去落實之外 也把這個數據的收集 跟國際的NOVA 跟這個國際的所有海後的這些氣候 能夠接軌 台灣是海洋立國 方舟一號正式起航 象徵台灣與世界接軌 一起向海洋致敬 記者黃燒民 金融報導